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你让皇上与我恩断义绝 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 愚蠢 说起来我真的很好奇 你这种智商 到底是怎么成为重生者的 靠克金吗 你怎么知道 不 你 你也是重生的 谁知道呢 上辈子 你惨死宫中 是因为皇上不爱你 他任由那些妃嫔和下人去搓摸你 虐待你 最后逼死你 这辈子 你若是聪明点 就知道自己不该入宫 可你偏偏来了 还蠢不拉几地爱上了自己上辈子的仇人 不 皇上不是我的仇人 他 他抛弃了你 这个男人心性薄良 嘴上说着给你天大宠爱 但稍有不满 马上就会翻脸无情 大概过不了多久 也诱惑像上辈子那样 被逼死在冷宫中 柳如烟啊 你真可怜 你活了两辈子 却被同一个人 变成了同一个的笑话 这是皇上送给你的吧 真是好意的 龙凤承祥 凤的死期在即 那么龙 又该如何呢 我会让皇上来见你最后一面的 你好自为之 听苏吏夏说 你执意要见朕 皇上 您来了 喝杯茶吧 这可是您最爱的碧罗春呢 你又在耍什么把戏 皇上 竟然连一杯茶的情分 都不肯给予嫔妾了吗 茶已经喝了 你好自为之 皇上 我爱您啊 不会有人比我更爱您了 我无法离开您啊 这个女人疯了 来人 把她拖走 不会有人来了哦 那一杯茶 那一杯茶 你在茶里 放了什么 这里 只有我和您了 皇上 我会和您永远的 在一起 永永远 怨怨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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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 若只如初见 何事秋风悲华山 何如薄信锦衣郎 碧云联之 汤日愿 宋主 你怎么哭了 你怎么哭了 我哭了吗 没事 这大概是 冤主自身的感情吧 出大事了 快点 柳如烟得手了吗 准备一下 上与您登基吧 皇帝驾鹏 秦皇登基 太后 各宫的妃嫔已经到了 正等着向您请安呢 知道了 传他们进来吧 给太后娘娘请安 太后娘娘万福亲安 拼身吧 正得十三年四月 永文帝遭妃妃行刺 末 正得十三年五月 四皇子允陵成大统 号启明帝 遵养母苏氏女为皇太后 启明帝即位后 年岁尚小 朝野动荡 苏太后垂帘听政 整整十年 祝其稳固设计 待启明帝成年后 归还朝政大权 正得二十三年七月 苏太后突然中击 启明帝衣不解代 亲奉汤药 最终无力回天 据闻苏太后驾崩之时 启明帝悲痛欲绝 机遇随母后而去 哟 真没白藤雨宁这小子 本来完成任务后就能回归的 偏偏在小世界里多停留了十年 做人要有始有终嘛 快点结算吧 我来看看 下个要攻略的小世界也出来了 挺有意思的 不过新世界的女配 怎么又叫苏绿夏呀 大概是为了避免麻烦 除夕童把名字都统一了吧 咱们是休息一阵子 还是马上去 现在就去 虐渣更有趣呀 编曲 刘野莲 编曲 李宗盛 只因半惨的 辗转过一生 谁能恋我已失落 忘义里孤分 潦草葬刺舍 谁赌我不甘的魂 若我再是未愿 饮一杯苦涩 毒针 回忍断前世远 风雪中 情恶 若我轮回重生 问旧一壶悲欢千针 我总恨他千年言尘 安雅西空城 醉梦谈浮生 谁借我已强增 缠断前世缘分 老鼠苦疼飘渺度繁衬 散生时刻着爱恨痴缠 千里总行 只为不负此生 我轮回的人远远远的灯 总是血与心疯 我会羞把酒分 换戒度的船 谁借我已强奔赞 好美只听雪上 我此生不负这红尘 好美只为不负这红尘 好美只为不负这红尘